你好,能不能给我们看中国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六四纪念馆 当时是怎么样落成,这个初衷是什么 因为当时六四纪念馆本来跟香港有一个 但是中共把香港的六四纪念馆给封闭 所以我们认为六四纪念馆这个东西 如果我们不做,我们作为当年参加者 我们不做,不能再叫别人去做 本来香港人就是替我们做了这件事情 又被共产党给关闭 所以我和王丹商量 我们要把这个纪念馆在美国纽约重建起来 然后王丹和我就开始集集联系当年参加六四的 还有海外一些热心中国民主事业的人 我们就一起发起了最初我们大概几十人吧 就发起了这个共同的提倡 然后向全社会捐款 我们预计就捐款五十万 因为在曼哈顿那个地方如果要开个天然馆 我们是两年之前就在我们本来打算就是两年能募到五十万 在六四三十五周年就收百金两块建起来 因为中国人都是逢五逢十都是举了 但是没想到我们这个钱很快就抽到五十万了 所以我们在去年就是六四三十四周年时候 我们钱已经到了嘛 钱一到就是我们钱就是为了建起来不能放了 所以我们就是就是去年就百江六十年 建了一年以来接待了很多参观的人 大概接待了多少 一千多人吧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义工 没有配公司 所以每个人就是都是义务就是每星期开两开两天 不能不能每周都开 因为我们算一下 所以如果要配公司的话 可能可能这个钱很快就花光了 配公司这个进来把电话时间长一点 明白 您当时也是就是八九六四是在见证人还是就是亲身经历 天安门广场 天安门广场 我当时是天安门广场纠察队队长 整个天安门广场就是被纠察队都围墙啊 就是防止的社会刑价人员混进来 还有中国那些变异混进来 防防止这些事 天安门广场就 天安门广场的都是拿那个学生证 所以当时就是这个纠察队队长 当时你作为这个亲身经历者 就是说您让你最感动的一点 就是整个这个学生运动过程中最感动的 这个以前采访我 我也讲过 我再讲一遍 谢谢王军涛 就在因为我们都是睡在那儿 吃在那儿 就睡在水里 就那有一天早上 招阳刚刚求爱 我们一晚上嘛 那时候说军队戒阳啊 要冲 所以我们一晚上都很紧张 都很疲惫 然后请了以后 大家都很饿气 就是就招扬下 白发长长的老太太 推一个那个婴儿车 就是中国 中国以前那个婴儿车 除了编那种婴儿车 旁边跟个小孙女吧 也就四五岁 就是冲不走 我们就是婴儿车上 拿那个白毛巾带出的 过来说孩子们你们饿了吧 就是把那个打开一扇 是一锅小米粥 然后有馒头 有咸菜 就是非常普通 非常清淡的 但是孩子们你们饿了吧 确实饿了 我们那时候都二十岁 小伙子嘛 所以我说咱们同学们就吃吧 谢谢奥乃 然后我就看 但这时候看那个小姑娘 小姑娘呢 就是可能扭扭捏捏 我说我想妹妹你有没有吃呢 她是还没吃 我就随手拿个馒头 给那个小女孩 我说那你也吃 她的奶奶就不让她吃 我不许吃 这就是给这些大哥个吃的 希望你们都可以出来了 就是非常感动 因为我们做的事情 这个普通的群众这么支持 就说明我们做的事情是对的 是的 不太